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下一個Session 將會由目前正在交大念博士班的客人和客警官來為我們分享 Introduction to Deep Probabilistic Programming with Spiral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我是用這一支嗎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Talk 我想在同一時段應該還有另外一個跟我打對台的Talk 在講TensorFlow Probability 我今天的Talk其實是Probability Programming with Spiral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以免大家如果想要Change 先跟大家講一下今天我到底要跟大家講什麼 我的Talk主要是Focus在Probability Programming這個主題下 Piral只是其中的一個套件 所以今天的重點會跟大家完整的介紹 這個紀律程式語言的概念是什麼樣子 之後呢 Piral只是這個的一種實作 所以我會給出四個Piral的tutorial 那這些都是collab 所以你現在可以點上去玩 就可以不用聽 去聽另外一場了這樣子 OK 那你說這種紀律語言是不是toy 沒有 我會給幾個比較real world的example OK 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這個Talk 那這個Probability Programming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它難刮了三大領域 大概是這三大領域 那我想第一個領域就是 它本質上它是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 它是一種程式語言 是一種經過特化的程式語言 OK 所以當然它第一個研究的領域 就是有compiler 還有有這些人進來 那為什麼要有這些人進來 就是說程式語言這些東西 本身它可以很方便讓你表達這些logic 這些rule 跟你的domain knowledge 畢竟寫程式就是照你的思想寫的 那另外一部分它提供了很多的 influence跟這種統計機率的東西進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程式語言 這種language 是為了這種機率啊 influence 做influence 做sampling 本質上是為他們服務的 那最後呢 它的application就在於machine learning 最近真的是非常夯本 所以它的application就在machine learning 這些deep learning也進來了 OK 所以它最早 它其實已經發展了大概二三十年 它最早其實是很多認知科學 cognition science 在用的 那其中有哪些大神呢 像是stanford的culler culler他的學生 culler就是創辦coursera的那個女教授 還有像之前得turing award的 那個發明那個bation network的那位 他們其實都涉入這個很深 那mit也涉入很深 第一個像比較有名的是church 那mit的lab做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programming language 它大概是三個AI paradise 三個門派的綜合啦 簡單來說就是symbolic門派 就是說我們最早的AI 像那個深藍deep room 我們就是寫大堆function if else把它兜幾萬個 那它就看起來很logical reasoning OK 這是第一個派 那bation 因為你生活中有很多incentive 那你做決策的時候 你需要從一些distribution裡面去決定 你有時候做這個有時候做那個 你不可能永遠都只有做一件事嘛 就是你需要explore 你需要探索 所以你需要處理一些incentive的東西 包含像deep learning也在談 你output一個pedition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些incentive 你到底confidence 那最後就是connection 就是neural network 就是learning from the biological 或是說learning from the data 因為你不可能凡事都寫大堆 rule 這個真的是不太make sense 所以基本上這個pubalistic programming 就是這三個東西的重合 combined 讓你一次擁有這三個 這三個特性 聽起來有沒有很exciting 我是覺得還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就是從high level的角度來看 這種programming的style 或這種programming language 到底跟我們一般在使用的這些programming language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最 最初手邊的話 一般的program就是 你有input 或是你先給它一些configuration 那它就是output 基本上它裡面沒有隨機性 當然你裡面可以放一些if else 或一些random的隨機性 但它還不算是program language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為什麼 所以基本上你一般的program就是這樣子 你有input就output 那如果是這種pubalistic programming的話 它會有兩個type 會有兩個phase 第一個phase 就是說sampling phase 意思就是說 你呢 先在裡面設定好一些parameter 你在裡面設定好一些影變量 就是你的model裡面有一些隱藏的變量 你可以先設定好 或是你在program的時候 你就決定好這些影變量 這些影變量是一種機率分佈 或是它具有隨機性 那你就執行了這個程式 你就會得到output 所以你每次得到output 都不一樣 那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這個程式 你執行了一萬次 你是不是會得到很多output 那你把這個output呢 把它稍微化成一些直方多什麼 其實你會得到一個distribution 意思就是說 你的program 你這個program 代表是某一個複雜的distribu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program 你愛怎麼寫 就怎麼寫之後 你就得到一個任意複雜的distribution OK 但是它其實還要有另外一個重點 你說這樣子 你的普通的python 你也可以做 但是其實你還要提供一個是 很好的influence 所以這是第二個phase 你要能influence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呢 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你有 它能不能看到很多data之後 自動的幫你把 這些data背後 產生的letter variable找出來 你要有很好的influence 所以你這種language裡面 本身就要能提供sampling跟influence 所以它在設計上面 它要能考慮到 欸 今天我不只做sampling 我看到data要怎麼 有哪些演算法是 嵌入在這個language裡面 可以快速的做一些influence 比如說 你知道了這個output 是來自某一個lander variable 那你能不能看到data 把那個lander variable找出來 這是一個influence problem 舉例來說 像這個是一個cognition science 他們做的 你要產生這麼複雜的字 這個字 那其實你沒辦法認 因為它的sample可能很少 或怎麼樣 你看它的generative 是一個sample的過程 先從上面先選一些簡單的component 那把它怎麼組合 那組出來組出來 那就這樣 那你說今天這個你會sampling 那你要怎麼influence influence很有趣 influence 等一下我們就看 有好多種做法 那就可以來學習這個model OK 那這個是 如果說這個有lander variable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follow這個recipe 就是說你今天build一個model 你的model有很多種build的方式 你可以有很多種選擇 那你去influence裡面的lander variable 因為你假設你的data呢 背後都有一些影變量 那經過你這個program產生出來 所以今天呢 你看到很多data 那你有你的program 你要把這些lander variable找出來 那最後訓練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看你的model 是不是OK 你可以在sampling新的data 跟你原本的data去比較 那這樣來做一個cycling 那這個是一個recipe OK 那剛才已經high level的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這種ppl language的 整個overview的概念 那pyro是其中一個 比較近年來 基於pytorch implement的一個language這樣子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language 它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如果你去聽那個tensorflow probability 它是tensorflow底下的一個submodule 這個東西跟pytorch完全不同 它是在pytorch以上 利用pytorch的一些特性搭出來的東西 它跟pytorch是獨立分開 是separate 所以是概念上是有些不一樣 那它有兩個version 一個是用jx jx是google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language 那它叫nonpyro OK 它們兩個有最大不一樣的說 pytorch是用下面這個技術 inference它是主攻這個演算法 variation的inference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再來 它因為它繼承了pytorch的一些特性 它當然也可以用GPU Direct mode 那OK 它的design是非常的簡單的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第一段pyro的code 那我就說了 大家回憶一下那個圖 那個有一個program 它會output 你放一些input 或是configuration之類的 OK 你有一個gas進來 就是你今天在測一個溫度 小朋友 你說你用手摸耳頭之後 你有一個gas它的溫度 比如說你說它15度 但是因為你用手摸 你用手摸一定很不準 所以你實際的溫度 一定是在一個很大的範圍裡面 因為你用手摸一定很不準 比如說它是15度 那你的variance是10 就代表你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你知道真實的溫度 應該是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你再用耳溫槍去測 耳溫槍就很準了嘛 耳溫槍就很準了 耳溫槍的variance就很小 所以OK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做出一個 你今天猜測是幾度 那用耳溫槍測 可能會是幾度的模型 那其中這個temp就是隱藏的變量 因為你實際上不知道真實溫度 你實際上不知道真實的溫度 比如說那你這個模型 你跑很多次之後 你就會得到這個distribution 意思就是說 OK那你今天猜測它是15度 你猜測它是15度的話 那你用耳溫槍 假設測個100次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 資料的樣子 大概就長這樣子 OK所以這是第一個階段 You can sampling 你可以 sampling很多data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模型啊 這種probability language有用的地方 simpling 你可以做很多simulation 你給它定義好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simulation 再來我們要講一個其實是 就是比較是它language裡面 implement的一個細節 就是叫trace OKtrace 它是用trace-based的implement方法 就是說 我們剛才記得那個模型裡面 有很多影變量 那你要怎麼看到這些影變量 你說你全部把它寫到return 寫到return就好啦 你不就可以把所有影變量找出來了嗎 對啊 但是萬一你今天有1000個影變量 你的return不就很長嗎 所以我們不是這麼做 我們用一個function 我們用一個python的東西把它包起來 就是說 我當trace這個model的時候 那你去執行它 比如說我把15丟進去 15就是那個function的參數 它就會去trace裡面 只要是sample的部分 它就會把它抓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在跑一次那個模型的時候 裡面我們不是說 tap是影變量嗎 它就會把裡面的影變量抓出來 就是跟你說 這個執行一次這個模型裡面 我們把裡面的 所有sample的部分都抓出來 那這個東西叫trace 把剛才執行過程找出來 OK 那你trace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去算說 你這一次執行 這一次執行的機率 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去evaluation這個distribution OK 那你就說 那我執行這個sample這一次 你可以去做算差的機率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當作一個condition distribution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模型 你可以把裡面的值都設定好 比如說你知道裡面有 三個影變量 那你就把三個影變量 你希望它的值是 你都可以把裡面的影變量 值都設定好 問它說 這個這樣發生的可能性 機率是多少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作condition 就是說把裡面的 只要是sample的地方 都把它fix住 那問它說 這樣的機率是多少 它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光這兩件事能做 你現在可以做什麼 你現在可以sampling 那你現在也可以算機率值 evaluation probability 那它就是一個distribution 因為一個正常的distribution 要能做這兩件事 你要能算機率值 也要能sampling OK 那接著 所以它基本上 第一個face都已經結束了 就是說 它已經可以正常的做這些事情 但是難點其實是在於 influence 今天我給你data 那你有一個model 你到底要怎麼樣 把裡面的影變量都找出來 那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說這種方式 是dependent你的模型 比如說你的模型 今天用的是沒有影變量的模型 那你用的方式 可能訓練的方式 或是估計的方式 就不一樣 基本上我們follow的principle 就是max log likelihood 這個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有一個模型 叫p of theta x 就是說你今天呢 你有一個p of theta 這個模型呢 你把真實資料放進來 它的機率應該要很高 因為它是真實的嘛 那如果比如說你放了一張noise進來 你應該希望它的機率是很低的 那這個就是max likelihood的概念 所以就是你放真的資料進來的時候 機率只要盡量高 那如果你今天放假的 那機率只要盡量低 就是max likelihood的概念 那這是其中一種叫 evidence lower bound 所以說你今天寫成 你今天可以是從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就是說你的p of theta of x 那因為你其中你裡面有影變量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看成一個join probability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 你寫出來的這個機率模型 你裡面的影變量你就拿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把z也放進這個機率模型裡面 那你就可以推導到後來 導到這兩個turn 那綠色這個 我們先看紅色這個框 紅色這個框的意思就是說 p of give x continue在一個x上 你要推出這個z 意思就是我今天給你一個data 很麻煩你告訴我裡面那個z的機率分佈 但是實際上這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情 你永遠沒辦法說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人之後 你叫你推估他是哪個星座 其實你只能給出一個機率值 但是這個函數是不好估的 不過這個好像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給出一個 你看到一個data 你要估出他後面的成因 或估出他後面的影變量 往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你能做的就是說好吧 那我用一個q 我用一個q去近視這個複雜的函數 複雜的機率分佈 那這就是variation的核心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想解的是 我們想讓紅色這個部分 越來越小 因為為什麼這個很有用啊 你今天給我新的data說 我如果可以馬上知道他後面的成因是什麼 那真的 往往對我們是很有用的 因為z往往有很多隱藏的資訊 所以我們其實沒辦法解紅色的東西 我們解綠色的東西 我們把綠色的東西拆成這樣 這兩個turn 那因為這裡時間關係 我就不細講這兩個turn 分別的概念 我們只要能 程式上能寫的出來就可以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我們要解這個turn 我們相信的解這個turn 就可以得到p of theta of x 就是說這個model就ok了 他看真實data就是會有很高的幾率這樣 這就是我們要的 那這個turn你看 trace 你 q q guide 我們稱為q就叫guide 那他今天可以得到一個 我們把data放進去 那他就可以得到z 那他 因為z是什麼 z是引編量 那我們用trace的時候 它裡面sample出來的東西 就被我們抓到了 ok 他就被我們抓到了 那今天呢 你在p of x 跟z z你已經有了嘛 從剛剛那個trace 已經都找到了 把它塞進去 把它fix住 那你再把data放進去 也fix住 那你就可以得到 去算他們的log probability 那把它詳解 就完完全全就是式子 這叫什麼 你carlo的elbow 那ok那你就可以define一個model 這個define這個model 我們現在來解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說 你先給我看到很多 有沒有那個 很多你量出來的 量出來的溫度 但他實際的溫度 到底是什麼 就是實際那個 寶寶他到底發 他到底有沒有發燒 你用那個耳溫槍兩個 那麼多資料給我 那我們今天假設 我也不知道他的溫度是什麼 那我就假設他的prior 是0到1吧 怎麼假設一個那麼爛的prior 沒關係等等 反正資料會救我們 所以你的tame 你假設 反正他應該是介於0到1 就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ok那你現在看到你有幾個data 假設你有100個data 就是plate這邊 因為他每個data是iid的 所以你要用plate把它切開 代表他們是獨立的 那你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的guide就是說 你要去估計 你要去估計什麼 你要去估計的是temp 所以你也假設temp 是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你要去估計他的mean跟bearance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你guide有mean跟bearance之後 你也假設他是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之後那兩個東西是可以動的 所以guide是可以訓練 就是說你今天data放 你今天看到這個data guide會告訴你 他應該是 他猜大概他的mean跟variance是什麼 temp的mean跟variance是什麼 那很簡單 接著就是把它丟進去 SVI就是我們剛才在算那個album album loss就是擺進來 那接著其實就是gradient descent 他就做完了 所以你這個後面的loss 你也可以擺自己的album 因為album你可以透過一些特別的設計 去做到一些特別的事情 OK 所以整個front work就是這樣 那就開始learning 那learning完之後你會得到什麼 一開始你對這個模型 你對temp一無所知嘛 你只知道他是0到1之間 那你後來他認完之後 他就告訴你說 他其實的distribution應該是這樣子 是13 但variance是1 所以他蠻competence的說 這個temp應該是13度 如果根據你剛才看到那一坨的資料 他可以告訴你這樣 所以就可以得到prosterior OK 這是一個框架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看到這個data呢 反正你就把model跟guide寫進去 Define好model跟guide 那丟進給sbi 跑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些quartelial mode 就是說你可以再sample一些new data 看看說 它跟你的real data到底像不像 之類的 那你也要給一些prior放到model裡面 其實這整個loop就變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看你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你今天有那種gaussian mission model 那你可以是這樣定義 就是說你每一個data point 都是來自於某一個gaussian 比如說你有八個gaussian 你就先從八個gaussian選一個 k一個gaussian 先選一個 那來產生這個data point 那我們來看model怎麼定 model定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說 weight就是說 假設你有八個 十六個gaussian 那每一個gaussian的比例是什麼 如果你說都是十六分之一 就是平均的 如果你說某一個gaussian 可能比較可能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weight 它是可以learn the variable 它是直接從data learn來的 有一點跑掉 OK 它直接從data learn來的 就是說這些比例 OK 那有k一個 你有k一個高選 那你就sampling他們的meat跟variants 反正你就是給prior 這裡就是prior 那OK 那產生data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是每次先從裡面category 就是選哪一個類別 比如說1到16抽一個 抽到編號第15 抽到第15之後 你回去找說 那你把第15的meat跟variants拿出來 那sample一個data point 所以model就是這樣 你假設data產生過程就是這樣子 OK 那guide guide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提供自動化的方法 就是data就是point estimation 那你直接去估說 好吧 那裡面幫我把裡面的 我不用寫那個那麼複雜 你幫我把裡面只要是lo meat跟variants 你都自動幫我估 你可以對應前面那個 所以它就自動幫你估 那16個meat跟variants 自動幫你估了 那就直接丟 就直接丟loss 那就開始chain chain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變這樣 如果你是16個的時候 我分別把那16個point meat跟variants都畫出來 就長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chain8個的話 好像剛剛好 OK 那你也可以再重新sampling 就是說 你今天已經有posterior了 posterior意思是什麼 你已經有 這些data的information 已經被guide吸完了 就是說guide已經知道說 OK那你這16個meat跟variants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根據我看這套data 那我有你那16個meat跟variants 我是不是可以再sample出新的data 可以啊 就sample出新的data OK OK沒問題 欸 那我們來看一個 LDA 這個稍微複雜一點problem 因為 以前往往在解這種problem的話 都是要用git sampling 那你都要假設它是 Explanation family 就是說你要假設一些特別的distribution 它才可以condition化 condition完之後 你才可以用git sampling去sampling它 那你其實能解的問題並不大 就是說你的 其實這個計算量很高 所以你的dimension沒有很多這樣子 那我們用variation inference來解解看 那假設我現在有1000個document 那每個document的長度 可能是5到50隨便 長度 這個裡面有幾個字長度不一定 那假設這1000篇文章裡面只有5個topic 那totally 你的word size是500個 那就長這樣 那我們來看model 就是你假設這些data是怎麼生成的 你先選了topic 比如說你有5個topic 每個topic有一個 你是用那個disculate 這種distribution去 我們後面會有圖給你看 那它就是 它就是產生一組victor 那summation是1 所以可以拿來當作category prior 那好 那你看一下有幾個document 比如說你有1000個 那個就像一個fold loop 跑1000次 那每次呢都選一個topic 每次都選一個topic 那選完topic之後呢 再選字 那你這個字又是 word topic 是哪一個topic 因為它有document的topic 跟word topic 那你就是產生出來 OK 那我們的model 其實就跟我們剛才 產生這些fake data的方式 其實是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那個disculate 的distribution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說是11的話 這三個的可能性都差不多 那如果比如說是 0.2 0.2 0.2 它就是在很尖端 就可能是 就可能是1 2 3 那它的機率可能就是 比如說像是 0.9 0.05 0.05 就是它會選某一個 它會選某一個 它產生 但是它sample出來的東西 一定會撒面選是1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那種category的prior使用 是一個蠻常用的一種機率分佈 那好 你的model就把它假設好 其他的反正照樣丟 你的guide去對應它 你的model怎麼定 你的guide怎麼定 哪些 哪些那個lentend variables 是你要的 你就去估計它 你就去把它找出來 比如說前面呢 你說你是 你說你是sampling的部分 你這邊就換parameter 你就換一個variable 要去認 要去估計它 那你這裡 你還可以用 像可以用subsample 你可以用mini batch去訓練 那你也可以用GPU 所以它比起以往 它可以處理很大量的document scale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result 就說比如說 document0 編號0的話 real的話是藍色的 應該是topic2 還不錯 apposimation還不錯 很快 這個才100個APOC 這非常的快 那也有做爛的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apposimation 我不敢說它效果非常好 但是它其實可以 夠告訴你一些事情 OK OK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那因為variational autoencoder 它官網上其實 因為我也知道我今天時間是 原本是不夠的 應該是一定不夠的 所以我並沒有要多講這個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因為它variational autoencoder 就把deep learning綁進來 就是說其實你剛才看到這些 model跟guide 裡面都可以把deep learning塞進去 就是用pytorch的deep learning 那些module都可以塞進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說這些distribution normal 這些怎麼都很簡單 真的有辦法處理那麼複雜的問題嗎 那你就引入deep learning 讓這個function變得很複雜 那就可以來處理這些 比較複雜的distribution OK 所以這就是deep learning 引到這個deep probabilistic 的programming的用途 就是說它讓function變很複雜 它可以處理更複雜的機率分佈 OK 那我蠻建議就是說去官網看一下 這個variational autoencoder 它寫就跟我們直接用pytorch寫 idea就不一樣 那我覺得會 這兩招參照就蠻有趣的這樣子 那這裡給一些conclusion就是說 其實那個這個ppl 它是future of AI 因為它把其實我們現在 在三大的AI學派 或說很有用的AI的tool 都把它combine在一起 OK 所以它是蠻有潛力的東西 那尤其它在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種self supervised learning 那種generative model上 我覺得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這些領域尤其是 AI很fundamental 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OK 那更不用說 處理這種uncertainty 你自駕車 你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uncertainty 來附著你這個決策的好不好 那你根本不用說 其實像Bashian Neural Network 用ensemble的概念 又可以跟其他 你以往一些傳統的 Machure learning的領域 像一些ensemble的概念 都只能跟綁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topic 那但是它還是很多challenge 第一個就是說discreet 就是說你的model裡面 只要用到discreet 比如0和1 12345 這種 不是continuous的variable的時候 其實它 variation inference不好弄 因為它去估的時候 gradient會差異很大 你想 你說1跳2 跳5 這個跳 跟你continuous 那個smoothie的移動是不一樣 它gradient會很不穩定 所以它其實variation inference 對這件事情不太好處理 那我們在前面怎麼處理呢 我少講一個東西說 前面有一個immunimates 它就直接暴力解 比如說你說你這個discreet variables 有1到5 它就1到5都給你試一次 它1到5都給你試一次 所以它有暴力解 讓gradient比較穩定 那我們其實還需要很多new tools 跟accuracy 尤其像combine這個auto differential system 像julia 這個蠻新的language 這個就蠻不錯的 它是 它有一些新的技術在裡面 那還有一些real work test 目前還不是很看到就是說 把這個apply在一個real work的問題上面是work 不過我想這近幾年這個都還在突破中 那這裡有一些蠻不錯的reference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它官網的 那如果說你是入門者 我蠻建議看那個cognition of the 這本書這樣子 因為這本書其實是講了不少很重要的idea在裡面 那最後一本書是在講如何寫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 那個language的部分 你怎麼自己從頭刻一個 你可以看最後一本書 OK 那今天就是我的top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可以email給我 那之後我github跟我的blog 那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應該是有問題表列吧 可以投一下嗎 它好像有一個slide 我嗎 不是 就是主辦單位有準備 我這邊動嗎還是 沒有 為什麼沒有切 好 那不然這樣 就是現場有人要問問題嗎 好 這裡 目前有什麼殺手機應用 欸只有一個問題 其實目前很多應用都有 比如說它在rl上面其實用很多 因為laten variable model 很多在解laten variable model問題的時候 都是用variation influence 那你用variation influence的話 其實整套框架是可以用這種 機率語言去重寫它過的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大家去看gen 我剛才推薦個gen的套件裡面 它有一些 我覺得是比較real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它去現場去拍一些照片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去influence它那些 就是如果生成這個影像的後面的laten variable 那這些laten variable會代表這個 這個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有些有用的意義 那它們可以譬如說預測接下來的一些frame 那它可以接著預測接下來的frame或什麼 所以其實是蠻有用的 這裡還有一個 OK 還有20秒 這個問題就是跟pytosh一樣 你就把它後面點cuda就去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綁pytosh 那些tensor就是跟pytosh一樣 就是後面點cuda就是 我所謂symbolic就是 這個program language 它本來就是用symbolic去表達你的idea 或是表達你這個model的 或表達你對這些東西思考 所以我所謂的symbolic的意思就是 這個program language的部分 這樣不知道以上有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 好 那等一下如果 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來前面跟就是我們speaker互動 然後 那因為我們這個session是py data session 所以 剛剛大會主席有跟我說 就是我應該要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可能會來build一個py data的community 然後 那當然像剛剛科技剛剛說 他也沒有分享完 所以maybe我也會reinvite他 就是來當我們的 就是community的speaker 那如果你對於就是一起協作 像比方說py data 台灣或台北的這種community有興趣的話 明天我們可能會有open space 就是on conference discussion 然後也可能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來當志工的話 也可以聯繫我 然後我會轉介給我們其他工作人員 那今天的這些比較精彩的speaker 然後他沒有講完部分 我也會試著reinvite他們 就是到我們的community 裡面去有更深的分享 或甚至workshop或hexone的部分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再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今天的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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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